好,歡迎收聽今晚的動脈無雙,我是主持雪凌 又馬二 我們介紹了很多不同的東西 之前上一集有說神之 神之其實我是去到半裸就放棄了 媽媽去到半裸看完就OK了 我是女神篇之前,總之回到過去之前我就停了 很合理,沒問題 補充一點,大家在Facebook會看到HKTV的小元對比圖 有空可以去看一下 到了一些我們救回,還有一些還未說 其實有些未完的 是有些未完的,但有些未完的我已經有點沒動力了 好像有一套叫白銀GXX那套 那套是極品來的 那套都看的,很開心的 那套好東西在外是什麼呢? 它的銷量的記錄 那個賣相值竟然突破了新記錄保持者 它是二百多隻 它跟今季的銀線風機那套都可以 阿藏特龍行監督 所以說 不關佐童龍同事 但是是一套東西的問題 我覺得日星是剩下了Buddy Compact 是一個很錯誤的決定 不過因為Buddy Compact 其實你可以說是因為本身機體上 它很難去做銷售 其實去做 魔法戰爭都是二百多隻 但是那十位大了 我們今天也是講一套機人番 就是剛剛... 其實已經完了半季 就是阿邦迪斯路 虛遠元朗的作品 當然它本人說它裡面有很多東西 都是與它無關的 我們先聽著 沒有的啦 那你的頭的啦 你的名字一掛出來就 但是這一套 我這樣說 其實最終我說這套東西的評價 整體上的評價 我不是去到很高的 其實特別是最終戰 最終戰 倒實說你看這部東西好像很厲害 誰知發覺是 submation of 前面那堆東西 這個我們深番也說過的 就是因為本身 虛遠是裝甲騎兵的忠實粉絲 在他的夢想裡面 他就是想拿著一部量產機 去怎樣去擊破所有的特技 超級是 這個是他的浪漫 也都是這套東西裡面 我覺得是唯一做得最成功的賣點 因為我相信這裡是完全由虛遠去掌握的 但問題前面OK的 因為打中BOSS 問題大概最後 打大BOSS的時候戰力錯了 但是 強行一定要一部 學生用的練習機 拿去打一部超級BOSS機的時候 發覺他的戰力其實是做不到的 或者這樣說 其實這一套機人片 我以前也會說過一些機人片 你可能是 你完全是主導整個戰線 主角群的聖靈 就是主導整個局勢的變化 這個是其中一種做法 另一種其實會比較小眾的 就是零八小隊那種做法 就是局部戰爭 其實這一套 其實是有這個走向的 不過我覺得 他未去到很成功 因為其實 他好像在踩兩條線 兩樣都有些 因為最主要是 那條公主線 其實是在他們那邊 公主好像是在左右戰局 但反應上就是 其實公主是左右不到戰局 公主只不過是一個導火線 借口 道具 甚至是意願 之後公主出場 其實是沒有任何影響力的 即是影響不到對面的敵人 即是等於出場是沒有意思的 因為其實你說在那個技術層面而言 或者在那個象徵性而言 其實都很誠意 因為 八雀都說過 我粵面基地已經有我的同志 公主說什麼 其實上面都聽不到 即是第一 technically 你公主的發言 你的證實 你生存這件事 其實是沒有任何 prove到的 而另一件事就是說 其實八雀已經打了小報告給皇帝聽 所以其實就算這個公主 是不是真正的公主 對上面不會立刻下到一個判斷 其實未必可以做到 馬上馬上停止戰爭那個效果 所以其實她公主舉這副棋其實是 有效性是很低的 或者這樣說 我不會說很judge她 因為劇情很老實說 始終我一向都說 虛淵是寫情節類的東西 你可以寫包單 他件事是不會不理順的 但其實這一套裏面會出現一個問題就是 因為虛淵之前 其實我們看很多作品都是這樣的 如果你要虛淵寫一個大的故事 它是需要一個長時間去鋪序的 但很明顯這一套裏面 其實你要見到最終的12集 當然你說這套是未完的 但作為半季翻這樣去做一個完結的話 其實留下了太多不解之謎 令到劇情有些不理順的 有些迷糰的地方 反過來我想問一點 何謂虛淵寫一個大的世界 應該說他去開展一個質理好似的 Cycopath那類型 即是他有一個自己建構的世界觀 他會定時去轉換另一個角色 去講一些細節的東西 OK 即是你說那個不是一個正常理解的日常生活 一個一個特殊情況下 即是世界的素材 虛淵寫也是很喜歡寫這一類型 他需要去解釋這個世界究竟是怎樣 或者這個小元 這個魔法少女的系統究竟是怎樣 不如說這個是90年代作吉 很慣上的做法給我 即是舊拍檔給我 但這一套東西 因為對比一下 剛才我問那個問題 我覺得虛淵有另一個東西 他會偏向做 或者他過去有一些例子做 就是說 他是從一些小事件 即是剛才也是說 局部戰線 他最後沒有延伸到大世界 他延伸到大世界的方法就是 最後一件事 吹大了影響全世界 那我覺得其實 如果以這個角度來講 這裡會有些好似 這裡出現那個問題 我覺得在於就是 我會感覺就是 其實這個故事 現在走的那個方式 他當然是很 典型機械人片 逃亡的情節 由一個A點去B點 再去C點 然後獲得心武器 然後逐漸成為戰力 即是荷里活的公路片 不是 這個是很典型的高達 甚至是很典型的高達片裏 常會見到他的情節 去直播落桌 總之去到哪裏就死到哪裏 總之去到哪裏都總會有仗打 反正是固定地點 但是因為這套戲 因為一開始他做了一個很大的佈局 就是 當然我不知道是不是 因為他會 prefer 其實他很有信心寫外傳 寫很多不同戰線的故事 因為 整個地球 是同時多點被進攻的 即這個 主角群 伊愛凡 他們這條線 只是 我甚至不能夠稱為一條戰線 他們是一個逃亡小隊 是可能有上百甚至上千的逃亡小隊裏面的其中一支 所以你說 那個戰局裏面 唯一 你說這裡 你可以說他搜捕了一條 他們認為 真是可能救到命就是公主 公主未死的 其實是 我們有望可以將這場戰爭 利用公主未死的消息 去令到這場戰爭停止 有個逆向比較 就是 Cook Gears的外傳 Cook Gears的外傳 故事 Cook Gears的本傳 大家知道是什麼 他的外傳就是有另一支小隊 在歐洲戰線那邊 那個主角也是有類似Gears的能力 你可以當是 或者正確地說他受了Gears 有些特殊能力 以那個為主線 但其實他只是說一支部隊的事 就不是說整個戰線的事 而這裡的問題 本身你說Cook Gears 忘了的阿基 這套 因為他始終是後於Cook Gears才出來 大家其實看這一套的時候 大體上 大部份的觀眾 已經對Cook Gears 本身的世界觀 那個結構已經有一定的認知 但這套裏面 其實我舉現在裏面 其實在這一季 即這一季 完了這裡 其實帶出來幾個 他不是說得很 我不是覺得他講得很紮實的 首先第一件事就是 雲觀他多點襲擊 第一件事 當然你以主角的視點裏面是見不到 但是在鬼道騎士裏面也都見不到 他們是很空閒的 他們好像是等 不是呀 他們說他們在月球等了很久 等這個機會 但是已經同時多點襲擊 在他們下面 其實他們是在分地盤 其實這一 那個比喻最簡單就是 清代入關 那種叫分地 圈地 即是他們八騎兵衝入關之後 就鬥快拿地盤搶地 即是那些貴族說 我打完之後 我現在要太公分豬肉 但這件事其實很正正就是 如果你運用下去 主角他們能夠生存 其實很多時候應該是利用這一點 因為本身公主 好像說到公主表明了他的身份之後 其實這類型的情報 即是告訴他 那些鬼道騎士 勢力之間的客房 是呀 怎樣在各種景色去走過 大家都不想 對面拿到好處 對面拿到好處 公主在這裡 我搶到公主的話 即是可能有些 你會看到有些其實可能是幫公主 也都我們在好戲裡面看到 其實原來原本那個八爵 其實是公主派的 你會看到 其實這裡你才會看到 鬼道騎士之間 或者是這個 浩斯 這個 這個 帝國 究竟他的背景是怎樣 我們現在知道 皇帝 是拿了 這個 超乙管文明 對 他可以驅動 阿邦尼的系統 而其他人 其他騎士 能夠驅動這個系統 因為他賦予了一個權限 給他們 去驅動 開個帳戶給你 開個帳戶給你 對 對 開個帳戶給他 其實純粹 就是admin開了一些 你來 分身 分身 你們好 而你這裡見到很多 其實沒有的 你見到的是 那些騎士 又覺得沒有制度 那些騎士又單機 就是 個個是 當然 這個我覺得是虛冤的陰謀 就是個個都喜歡 只開一部特機裡面 是完全沒有靈的 是不喜歡有靈的 有靈是開飛機的 那些靈是看水的 那都不是 你0079 有時候也有些飛機仔飛啊飛啊 你明白飛也還要在UC電台 雖然他們也有帶渣故出街的 這邊就什麼都不帶 會帶幾隻手出街的 而另一方面就是 白毛 Slay 爸爸那條線 是整條線裡面我是唯一不知道他在說什麼 春爺的一條線 他被人打 他好似想公主 公主好似想他 公主咀過他 然後他老爸救過 八爵 然後他抱吐了 問題是一件事 他老爸怎麼去 移屍的呢 他老爸在月球那裡 研究出了事 然後跌進洞 好像去了月球那邊 其實這一段現在很散乱 就是結果論 救過八爵 所以八爵就算說 就算我知道你幫公主 我都救你一命 還回那個恩給你 很古代騎士式的 一帆之恩 永存相佈 但是這裏面就是 他老爸又不知道研究這個系統 但是為什麼會讓他研究這個系統 老實說如果我按照王家的設定 其實他沒有可能會研究到這個系統 因為這個系統 他現在也說過 這個系統 只是在火星有 核心在火星那裡 月球是什麼都沒有 月球只是一個月面基地 那究竟怎樣研究呢 然後又怎樣幫他呢 其實怎樣幫那個八爵 你那裡其實 也是一個謎 在打仗 他們過來那一刻 就馬上說 火星是侵略這個月球 就馬上打殘了 然後heaven 4 跌了那個鹿 對 我就想到 哪有機會讓他去 救過呢 救他呢 然後跟著就是 slay 然後無故飛去火星 然後插到公主的浴池那裡 然後就無故 這個出包 明白嗎 沒有 我覺得這一節是 你可以是之後解釋 但是麻煩你 這一節是說 其實你整個火星那裡 真的很火星 原本是在做什麼的 其實是 我是那一節 因為本身 這一段正正鞏固 就是 Slayin 為什麼會這麼忠於公主 作為一個地球人 無關 忠於公主都會忠於公主 現在我們要明白 他爸爸和八爵 發生了什麼事 當年在火星研究那些什麼 但是這段沒有了 真的有講字嗎 然後跟著 八爵經常說 他爸爸是研究這個 abonic system 其實我覺得 其實這班騎士 他這裡做了一點點 這班騎士 其實都是想奪取到 這個系統的操控權 其實都是有心的 因為那個說法 就是說 王家的DNA裡面 所以公主為什麼要效忠 也有一個絕對性 就是這個原因 因為大家看回 他們每個八爵 有對雞 或者八爵的靈有對雞 但問題是什麼 那些機器是跟著那個人 我一定要A八爵 開回A八爵的機器 B八爵開不了A八爵的機器 所以公主派的八爵 關了柴之後 那部機器就開不了 但問題為什麼呢 要不然你是萬能key 即是公主 萬能插數 沒有任何隱喻 要不然就不知道為什麼 有個sling 又可以拿到的 你不如說超級管理員 超級管理員 超級管理員 剛才Iham說的東西 正正就是這套東西 他鋪了整個系統出來 然後蘇雷恩 坐在他 死去八爵的部機器 他真的死了 而作為一個地球人 他也說明 這個世界 即現在的設定 這個世界裡面 只有屋斯帝國的王族 才能夠有這個因子 去啟動這個 阿邦的系統 但無緣無故 阿邦的系統 坐在他上部機器 那部機器無緣無故 開啟了 即是你很無解的 這件事其實是 不是 那是Gundam理論 不要去開機器 沒事的 這個 現在也是Gundam理論 那裏知的繼承 復國又是這樣的 不知為什麼 我早知道 主角坐在他開到部機器 或是在我身上 要等他解 但那一刻 就看得一頭無水 嚇到也行 其實這個方法 不是太去遠 老實說 這個方法 不是這個方法 我覺得是 我從來沒有看過他有腰種處理的形式 這些是Gundam的手法 或者這麼說 其實我覺得 這套東西是 因為要斬兩季 其實我甚至覺得 八雀是沒有這麼快死的 他其實如果不是被人分割二期的話 我覺得八雀應該還要一兩集時間 跟阿斯雷欣在這裏 SF 已經認定了他是一個眾神 然後才可能說 而有了這一制的話 其實他可能下放過一次權力給他的話 然後他可以再坐上這部機器的話 我覺得反而你這樣綜合情合力 現在就是阿伯爵無緣無故 這傢伙是有點老殘的 看著人家的部機器 還大大聲說 快點拿我部機來 即是說 你 這個不是問題 你嚴命長 這個問題是 火星騎士那個基地 這麼先進 被這部機器進來 雷達是後知後覺的 應該是 他說他太快了 不是後知後覺 快的問題 總之就是說 其實每個人的特機都很突 即是說 如果你的地球部機很快 飛過來 即是說 那你就能撐到你出事 是不是 對 而你說就是 本身 我們早期看這部機器的時候 我們看了出來 他一開始 他會用一個 很全面的戰略 封鎖整個地球的戰力 將他們打散 首先 壓制你幾大的重要城市 然後再封鎖你的通訊網絡 讓你各自為戰 即是選擇 坦漢你的通訊系統 那無論你說你的走難 政府指揮 軍隊通訊 全面就可以被人局部擊破 因為你就變成一盤散沙 沒有戰略性可言 跟打溃散的軍隊是沒有分別的 然後再加上那個機體差異 機體的差異 所以右馬可以說到 就是 因為 他們那個系統 即是火星 那種energy 我不知道那種叫什麼 就是那個系統 他提出那個輸出力 是遠比地球原本擁有的那些燃料大的 於是就可以產生到這些 這麼奇妙的機械 有這樣的動力的power 而形成到其他 下散出來的特殊能力 那所以其實 他用一個 個別機體的壓力 然後再坦護盟的系統 整個戰局去壓下去 因為也是因為 頭兩集 裡面你看到就是這些 但之後呢 是沒有了 之後就說 我喜歡單插 不是啊 他們本身路地球都是單插的 不過問題是他們 同一時間路地球單插 他們是 我在北京單插 你在南京單插 你在東京單插 都沒有東西的 即是你看到 但是你這樣就 突然之間 整個套路會不同了 感覺是 不是啊 這件事變了什麼呢 這件事變了鬼混蛋 我不能夠否定你 即是變成一隻 一隻 打完一個 打第二個 打完這麼多個 最後打大哥 這樣 不像嗎 我覺得是 而你說另一方面 其實一些人物的黑話 最不成功就是 火星那位叛徒 不是主角嗎 火星最不成功 誰是叛徒 背叛地球 然後暗殺公主 然後最後被人起尾住 那個女孩 那個女孩 不是啊 那個女孩無恙 那個女孩 你明白 她本身要斥下公主派 說她要來地球 不過問題是 殺公主之後 被人出敗了 那她真的公主正常 大佬 其實是有一個 很大的問題 就是 反則太大 她說 所有火星人都應該要死 見到公主 在某個時間裡 她是妥協了 組成這條 所謂的聯盟 就是 暗口聯盟 最開始 因為 她殺父仇人在對面 是敵人 要追殺他 那當然是同意 的前提 因為她可以殺死 殺父仇人才會報仇 這個正常合理 接受到 然後 後面 殺父仇人死了 她繼續跟上船 但之後 其實 對她來說 她叫做什麼呢 她的仇敵就是火星人 她 她殺公主 她想殺公主的理由 就是 什麼呢 我不值得你 你可以說你自己火星人 但是你不受人歧視 這個 我不是說這個 意義上不行 但是 在這套 描述得太少 這條人根本沒什麼 出過聲 她常常看著公主 對她來說 就是什麼呢 她很直觀 她說 就是因為你下來地球 而搞到我爸爸要做暗殺 而搞到我爸爸最後被人起尾 所以就是我殺父仇人債的你 不是 很明顯 你明白 好像這些女生不出聲 字字閉閉的 才想到一邊 很正常都是 她是萬能駕駛員 她過了幾集之後 運完之後 她說了 以來凡她 她又說得了一陣 她又很快又沒有事 這類型的作品的角色 我不要說虛冤 你不是轉得這麼快 你心情轉悶 你可以看看福田的東西 你這麼說 她殺公主 一時想不開 開到之後就沒事了 心理負囊之後就沒事了 你當她瞬間壞掉 其實 她一時想不到 她殺人 一時衝動 她不是有預謀 她是 殺人一時衝動 那麼虛冤那些 這也經常有 是 以來凡 形仔說得完之後 OK 那就變得正常了 心理負囊之後 可以回復 知道嗎 如果剛才友馬說到 以來凡 你覺得她的妙嬉得不好 為什麼呢 這傢伙告訴你 第一集說到 她有個姐姐 普通的少年人 在讀書 OK 但第二集發覺 不錯 正常來說 嗯 又飛了 然後第三 第三第四次 那些人死也是這樣 打仗也是這樣 她翻臉了 很冷靜 OK 我當你先天是一個很冷靜的人 很冷靜分析的人 但問題是 你變成軍事才能 是超過同輩的 你不知道會學回來的知識 她那個不是戰術 她那個是觀察力 她是觀察到對方的弱點 嗯 你可以說 你知道我用幾種認證去 冷靜 觀察力強 分析力高 是 就算是這樣 這應該是一直以來 是這樣的 但是你見到她姐姐 就說 你想出來的東西 太厲害了 她想出來的東西 是沒有人性的 即是說 她是戰爭之後 才有這樣的想法 她平時現身是沒有這樣的 戰爭就是摧毀人性的 這件事 最快 她沒有說 她又沒有說得那麼誇張 她姐姐只是形容她 她姐姐沒有這麼說過 她姐姐只是形容她 她說 伊奈凡 她說 當她去想些不正常的事 或者是太大膽的事 她通常都是對的 即是說 這傢伙她會想到很多 突破盲點的事 刀仔鋸大師 而這種突破盲點的方式 很多時候是不被人去接受的 但她姐姐因為很熟悉她 知道 大體上結果論來說 這傢伙最後做的事 都一定是對的 即是她什麼都膽敢想 但她騷輕了就一定會贏 即是她不是沒有一個根據 即是她在戰場上都說 你要花10分鐘時間去解釋 我的戰略是怎樣 還是你跟我的戰略去怎樣做 她是豪賭的賭徒 但她通常都贏 而當然 我覺得你去到破格的一件事 就是 至少是她姐姐信她 我沒見過其他軍人是信她的 因為 都是她的同學 其他軍人在沒聽到她說話之前 已經死了 是死了 那些是 不是的 有的 或者說完之後 你趕著人 所以你要死 應該是要 運用什麼 就是要透過前線的犧牲 令我找到敵人的弱點 你可以說她爛學 你可以說她不近人情 不是的 很合理 但其實都不是的 她沒有推她們去死 你是要觀察的 觀察的情況 當然會有傷亡的 其實是 你說是 叫做什麼呢 在裡面 她那一節 叫做她那條感情線 就是她跟公主那條感情線 其實就是 叫做什麼呢 是旁邊的角色 說 尤其是她家英秘術說 你看不出的 其實她現在開心得飛起 你知道她的心已經很糖了 你看不到你 其實 但我跟她做了這麼多年子弟 我一看就看得出 她這麼冷漠的眼神裡面 充滿了熱情在裡面 我真的要催你的腸 她是任壽的目光咬明的 我知道 她說完 不停是她的姐姐 在旁述去描述 罪述她 阿依來凡的感情 我覺得這件事 很詭異 答問題的表情一樣 都是萬年一樣 她有上移一點 她那種說法就是 看到她的測微多了五度 所以你看到很多角色 公主的 公主是很典型的那種 就是完美和平主義 她是莉莉娜 她是 她想起 她想起 那這個沒有自爆 不行 她是別人自爆 她想想怎樣 不用自爆 她是那種類型 所以公主反而 沒有太大的問題 但你說 當然 對她來說 在斯萊恩的面前 當然覺得公主是變心 還是什麼 我不知道 這件事 再稍後再說 她見到伊萊凡的時候 她覺得伊萊凡這個人 是很吸引到她 因為她沒見過 她沒有怎樣見過男人 就沒有怎樣見過 即是說這個 又冷靜得來 又大 又不知道 又酷 又少少危險的男人 我不懂 我不懂形容她 其實除了 除了形容她是淡定之外 我真的找不到其他形容 淡定不是個性 你知道嗎 淡定是她的行為 淡定是她的氣質 淡定不是她的代號嗎 淡定哥是她的代號 基利哥叫西利哥 他就叫淡定哥 根本上 你看到虛淵就是有心的 沒有 雖然說她的個性 其實是沒有個性 你知道她是淡定 淡定不是個性 你知道 然後沒有了 然後你說 講角色的其實就是 最慘的是大衛 大衛是真的每次 你知道她那種呢 當然她有一個創傷後遺症 但我每次看她坐機 就好像我看什麼呢 看一個說自己是Ace Pilot的人 就是因為她不斷標榜 她是唯一在地球上 叫做石果緊泉 有作戰經驗的士兵 不是經歷過Haven 4的人 他實在是死不去而已 然後 沒錯 你對的 這個是結果 即是每次她落到機 就好像是什麼呢 我就是看一些很搞笑的 超級幾十人影片 經常說自己是Ace Pilot的人 然後坐在機上 然後就不想出機 假裝普通 不是假裝普通 不是假裝普通 正確的說 是一進入了機 山脈瘡毛 然後說 優斃恐懼症 我什麼都做不到 當然叫做 大衛其實她是什麼 她的心是很想出擊 她出擊那天其實很帥 那些動作 口中說想要身體很老實 她的動作是完全沒有任何 一絲的迷惡 但是一坐在機上 她就會定格 不是定格 是會震的 其實我以為她最後的大傑告 至少會爆氣 大傑告說 你不夠人膽 不好意思 她都是縮到最後 她沒有爆氣 但在最終就知道 她有一個預告 說完 是的 所以 她的角色 她的角色其實是為了什麼呢 她的角色純粹 其實 我開始以為她是為了 那一部15年前那場大戰 她知道什麼 原來她知道的是什麼 我殺了一個老友 然後我看到一個很大的機械人 我害怕 我恐懼 都說她寫電腫 想知道什麼 沒有 你要明白 她開頭說到 你們這些人 你們都不明白 15年前究竟發生了什麼事 我唯一就是 我唯一就是 最後在她記憶裡面 15年前就看到什麼 你刷作是沒有賴尿 不要這樣說 別這樣說 別人是尊嚴的 最初就是 你報這個角色 你打算是 她是帶動 究竟15年前 或者是總子島裡面 發生了什麼事 或者是15年前 究竟會不會是她 史萊恩老爸 都會和這裡有一個 關聯在裡面呢 其實會是 然後又把白雀下去 又說到 是啊 會不會是有這個 誰知道原來是什麼 是全部人都是沒有關係的 其實現在是 一個 一個只不過是 或者還沒說 一個只不過 不要啊 他只是坐下站一看見 我很難相信大衛 如果在那個情況之下 他還可以有其他的故事 他那一刻已經 爬底爬底到腐穿洞 他那一刻斷了片 你不要說他斷了片 變成超級殺人 然後坐下部超級機械 然後掃上全部牆 然後整個牆 當然我大黑仔 老闆不要聽 可能發了還沒叫他 真的不懂 肯定 簡直是 你沒有叫什麼交會 沒有交責 大衛那條線 其實就是 大衛在浪費整個第一季裡的時間 你看到 那就是說他究竟厲害是什麼呢 他一點都不厲害 在戰艦上指揮 戰艦上指揮根本不是他 多年他是駕駛車 他不是駕機器 解說他也不是 嚴介的 是啊 所以就是大衛就是什麼呢 大衛就是告訴你 就是 他純粹是一個高官街國家姐的人 我就是告訴你 我人生經驗很豐富的 憑著我十五年前 爬底的經驗 我去告訴你 我絕對能夠帶你逃出身邊 不是 他的CV上寫什麼 爬底身殘 如果是 當年他駕駛機器人 可能我們期待他 下一季駕駛機器人很厲害 他都是駕駛車的 大佬 我不理 我覺得他說 他可能他模擬戰 之後 訓練到模擬戰很厲害 那他會趕著可樂 因為過了十五年前 大衛是沒有人打過仗的 他是有實戰經驗得來 可以生存到 可以生還 是啊 十一季生還 其實他短吹都可以 老實說 有什麼故事 過了一季 你說 這個 大靈女同胞 雖然最後只有我一個圖身帶 我拿著一個很珍貴的情報回來 只不過那些人 他們都說 我寫的總子賭報告 寫了出來的 沒有人欣賞 懷財不遇 就是我這些 他亂作我的報告 作了英文神母 當然沒有人理他 所以 變相就是 他之後帶了什麼 只是為了跟男長說 你殺了那個就是我哥哥 其實我覺得如果連那個位置都沒有 他真的沒有什麼用 他是完全沒有用 而且就是說 男長根本是不需要跟那個人有關係 男長就是男長 戰略有依賴范 即是喜歡打的有姐姐有 女仔 戰爛之分 你不要說姐姐其實都是沒有用的 有用的 姐姐 依賴范親人 他解釋依賴范有表情行為 他負責後方 我當他是一個解算 所以其實整個戰士 沒有這些位置 阿叔都沒有所謂 整套結構裏面 其實很多角色 其實是不足夠 我明白 因為分割二期的關係 他有些東西 他不可以開太多線出來 但是 你都不要拆到那麼散 最少我覺得 在這套東西裡面 大衛線 其實他一定要完善 因為大衛線 其實可以串通了很多東西 依賴范 作為主角 他純粹戰術 你可以給他沒有什麼 公主線 施來恩線 甚至騎士那裡 其中一個騎士 就算當叛逆那個也好 或者忠於公主那個也好 你給多些東西去說 都好過你拆散到現在 個個都有些 但是個個都說不到 但是如果你說 以虛冤 如果你說他過往寫 如果那個角色是拿來消耗 其實他的筆紋不多 你說兩個八雀那裡 我覺得有點保留 是不需要太詳細 但是其他人 就應該長一點的 看看他的崗位 如果八雀拿來% 可能是在地球現在的開放 現在的戰略開放 和火星本身 他們本身的勢力爭 其實一定要靠他們 其實斯羅英根本沒有那個資格 去到那個層面 即是譬如說幫手改名的八婆 那些不需要背景 那些不需要 那些不需要 但是另外兩個八雀 嚴格來說 他是八雀也不需要 因為其實之前死的都是小 為什麼這次要死的八雀 純粹的名字好像比較威風 很有趣 講起這件事 就是八雀的機體 當然這個是接下來的重點 劇情其實差不多 因為最後就是所謂的 最終戰 我會連這個戰鬥一起講 因為機體是跟戰鬥 因為是跟人一起的 沒辦法 第一場戰鬥裡 我們也講過 這個所謂的絕對防壁 絕對領域 甚至可以叫做 你看到 虛淵 我可以完全解釋到 他真的完全想打 這些所謂的 外掛能力的念 他想掛就是玩什麼 甚至我覺得他在表現的一件事 能力其實是沒有那麼外掛的 每種能力都應該要有弱點 他剛才第一個講的就是 絕對防壁 那件事 基本上是隔絕空間 他根本是空間切斷 他是那種 攻守兼備的武器 但是攻守兼備就是 令到他看不到東西 因為真的 因為已經割開了空間 他要靠其他的鏡頭 令到他掌握到 捕捉目標 或者那個戰局 但是也弱化了 很簡單 第一件事 你看到鏡頭 如果鏡頭有光學 或者是熱能 探測的話 你用煙火打就沒有意思 其二 第二件事 你找到他召門 你也插過去 如果他裝得太硬 你插不動 他也沒有用 我們新版本也講過 他最終 他一定要找個位置 去接收訊息 所以是天線位 唯獨天線位 是不可以有這個絕對防衛的 所以iPhone 之前就死了 嗯 不是 天線位 天線位 兩光大流武俠金證出來 地球手武器 潮動都不難 他也沒有用 他也沒有用 科技 他真的不是說 他不是說財質 基本上 為何打不穿 其實不是他 其實不是那些財質 他裡面指責都沒有問題 不是地球財質 和火星財質 有很對性的差異 我明白 他不是有Z合金 或者有珠合金 這個東西出來 是BB彈是打爆 我明白 是斥力場 物理性攻擊 他會彈開 沒有這件事 不是彈開的吸收 他不會說到 他不是說到 一部機體在他那裡那麼無敵 不是的 以來凡就是 是充分顯示 這個其實是為了說 就是以來凡在戰場上 他的觀察力 和他的分析力 還有他的冷靜 冷靜看著對著他死 其實也不是 我們身份量都有說過 他地球可以碰不碰 就是地球沒有開FEEL 其實很簡單 沒有絕對性 你能否留意到 只是你個人能量 觀察一些很理所當然的現象 但是在戰局中 這麼理所當然的現象 你可能是會斷了片 因為你的戰局的恐懼 你的分析力就沒有了 正在焦底 你能看見那群正規軍 啊啊啊 就是直接站著 不動的話 開槍就死了 就應該不是正規軍做的事 其實他也說 這一批正規軍 其實都是 零實戰經驗 所以這些 criminal的是很神奇 有這麼誇張的人 他沒有打過仗 而是身兵來了 就是這個算數 第二位拔刀那位其實沒有太特別 拔刀那位死了他無氣 我們也說過那個物理現象還是什麼現象 他分解了一些水,然後有些興起的爆炸 其實在這麼多場戰役中最誇張是這個 這個是有一點超戰術的 超物理的 合理的 但是你這樣用法就好像 你不是老鳳拖了一部紀錄街嗎 剛才是水戰,那陸地戰你馬上玩完了 還有第二件事,你可能是火星沒有水 公司說火星沒有海沒有水 原來水會出事 這件事明顯是在打高達的激光劍的臉 他一直都在打激光劍,說給你聽 你沒有看蟹的,有蟹衣,有蟹爪 你有沒有看W的,水裡面有蟹衣,有蟹爪 他不是告訴你,其實是會爆的 應該在水中是鑽住了 出不了的,出不了的 零八小道好像有溫泉 你做溫泉,可能會調教出力 對,那個已經調教了 其實沒有,最高出力 第三個就是剛才說 叫自己鐵甲飛群做眷屬的那個人 就是那個人 你見到的,我很肯定這個伯爪 他是沒有靚的 你明白,那些人沒有子女就會養寵物做小孩 你見到都知道 好選不選 選個沒有人的董子島去佔據 還要身邊一隻兵都沒有 很明顯這個人是有交朋友 他完全是沒有部下的 完全是沒有朋友的人 沒關係的,沒有人帶兵出去 很合理的,有些人不喜歡養子女 養寵物做小孩 他的絕招就是鐵甲飛群 自身為鐵甲飛群 自身成為這個飛群 他很明顯他現在在打什麼? 沒有神石 而你看到的 他講的 他的裝甲密度好 他明顯就是在說超後金石 這個是最大最大 在整套東西裡面最有指名道性 甚至我現在相信 他原來是很震,沒有神石 那是很合理的 那你的飛群是前飛 他很合理的 我覺得是有好東西 我沒有得掉他 當然打到他的戰術 我覺得整套東西裡面 其實這麼多能力裡面 最有戰術性 果然 關節脆弱 因為物質硬化之後 其實不可以動 因為物質收緊了 其實已經失去了機動能力 其實不動 飛群是有一個柱撞的飛群 那一拳飛的飛也沒有問題 一不走都沒有所謂 所以他是為了什麼呢 白雀最愚蠢的一件事 我不明白為什麼他要打開手掌 你一拳飛過去是不行的 他是很喜歡什麼呢 他是很享受什麼呢 他一拳飛去抓碎人的感覺 但其實那個感覺又不是他能夠感受到的 但他很喜歡一手掌握那個感覺 即是他每次就是 根本上意外煩 每次都是什麼呢 趁他無故想打開手掌 不知道為什麼要打開手掌 突然之間想出爆熱神獎 好像是大火 他中間有沒有爆熱神獎 那個發死氣在裡面 我也不知道他打開來為什麼 不是啊好像GVG那樣 白雀神獎吸了擋彈 然後就 有看過娛樂神獎 飛過去 不過現在就想做出事 你沒見過一個從天而下的招式嗎 他就出來了給你看 那個不是天殘腳 是從天而降 還有娛樂神獎也是 OK 那你看到他這裏的考量就是什麼 趁他活動的時間 他會解除了他的物質案發 還有就是打引擎 很正常的 大哥 你其實是穿洞的 但是他的爆炸真的被人秒殺 真的很可笑 這一場叫什麼呢 他爆得太儀器 我承認這一場我是看得挺開心的 但不合理 但是我覺得是什麼呢 收尾太吹脹了 那個伯爵就是未免太老殘了 你論上的問題是他 我當你真的可以打幾千顆子彈 又知道打馬沒問題 但是那個伯爵真的整招不動 只放飛拳一招 大哥有沒有這麼亂居 你論上是我放飛拳 被人打幾塊 我都發覺不對路 找大招打你 他沒有其他方法 你平常 我也放在那裡 然後他放在那裡 用飛拳打你 你明白嗎 大哥 他現在的感覺就是 他是一個帶警犬槍器的警察 於是他不帶警棍 不帶槍 不帶胡椒噴霧 什麼都不帶 我只是帶狗 以為brass man 但你要明白 他真的只有那件武器 他可以自身發成飛拳 撞到戰鬥 你要明白 他不是真的一部鐵甲 他不是真的一部魔神Z 他不懂高爾火焰 他不懂這個流酸龍卷 他更加不懂光子力射線 他懂的 他懂的 如果他懂的話 是贏中的 證明我們機械多件武器 可以學你 他純粹 你看到飛機 經常被人打到海 又飛上來 打完海又飛上來 只不過是一個在玩遊戲 其實是一個 對伯爵來說是如是 雖然這個伯爵 真的沒有什麼 %的空間 好像打Bandball 打來打去 沒有啊 你整場 我飛來我射邊你 再飛來我射邊你 沒有了 當然你說 其實 伯爵當然是一個老產 其實你稍微想想一個戰術 就是什麼呢 伯爵經常只是用什麼呢 波段攻擊 就是什麼呢 他不可以用 你試試三個鐵甲飛拳 一起飛過去 同時點 是沒有人射到的 不用的 你好像子彈前後排 三個輪轉飛過去 你打前面一顆 打後一兩顆而已 所以就說 不用時差攻擊 你用時差攻擊 就是被伊雷排說 打完一個 打一個 打一個 這個就是說 他還要是什麼呢 我當然在這場的時候 是很開心 但是在這場就說 你有沒有這麼老殘 你打了半天 你都想不到 你只有這件武器 你都不知巧 這件武器 他只有一個招式 就是飛拳 飛一個飛出去 然後下一個回合 就是飛一個飛出去 那我明白了 他入機戰的時候 他肯定沒有移回行動 他最初一個按鈕 按鈕發拳 按鈕發拳 沒有了 沒有了 而且我很肯定 這招不是阿攻擊 肯定是單位攻擊 那不好意思 你有沒有機戰的悲劇 那當然你說去到的 最終戰裡面 那部東西 三一萬雷盒 那部東西很差 那部東西不是三一萬雷盒 那部東西其實是 表現一些勇者系的合體機械 那部東西甚至 我覺得他有些影射勇者王 像是 張雷盒沒有放龍拳封 他沒有放龍拳封的位置 因為這樣 你想清楚 勇者王 是有將壁的 他是用手有的將壁 他又有飛拳 他又有 然後 圍到劍那個位置 真的不是很match 是圍到劍那個位置 那超級多到有把劍 那你就出拳不進 勇者王是用螺絲批 還有用大鎚 他打拳頭 打拳頭 打拳頭 那這個沒辦法 這部東西 這部東西 真的很搞笑 這部東西 我覺得真的 他的合體過程超長 我覺得如果地球的軍力更厲害 他應該比他合體更厲害 我是很想見到 就是他在合體期間 以來的發話 他說 然後看著他 他說 合體? 他也很棒 他飛到很高很高很高 高的射程 射不到他才是合體的 他是聰明的 不是 合體不能打得 不是成色來的嗎 不是 還有你看到上一次 你認為以來帆 會受這個規陣嗎 哈哈 你應該是 因為這部東西是機箱 來的 不是追擊炮 應該是 射不到的 我是很期待 他合體那一刻 合體那一刻 我不會叫他 要他完全不合體成功 但是 在他合體期間 就會被以來帆打拳頭 好 喂 打到關子都死了 大佬 你合體的時候 後來一隻 當然 伊奈凡在經過這麼多場 以這個 只不過是 一個 他之前打他的敵人的能力綜合體 我有經驗值 不好意思 其實我覺得那部東西都很差 不是 那部東西不是很差 如果你初次面對他的時候 你真的會很絕望 他是遠攻 近攻 和防禦性 他是有齊全的 其實這裏是講了三種能力 但問題是 我先不要理會戰術層面 我作為一個觀眾 我看上去 我這麼像看前面那幾集 露宿版 那些tactics 你應該知道他會怎樣對付 是 沒錯 而這件事其實我們期待 你這樣炒爛化 我覺得就很差 因為他每次這樣撲破 我們就期待 每個八爵 其實都會有一種 機體都會有一種自己獨家的特殊能力 對 你要這樣攪拌一下 你明白 前面有兩個東西 都是有一個光刀 當然是地形的問題 你有兩個可能靠老殘 那這次這傢伙 不是老殘 地形就沒有地形 你從何意見他不是老殘 那我當BOSS 有老殘就不用玩了 有哪個BOSS不老殘的呢 OK 你這裏應該說 就是什麼 這班 你剛才不是想說老殘 這個最次橙色惡魔 阿橙哥 代號柯榮 ceux 其實已經是 那就長得 橙哥是正當上了 說他已經成為新一代的橙哥 他是下次回來成天劍 那樣 他那樣 他打過槍 然後他就帶著橙哥 從第二櫃那個套去出來 然後他就有Gears 公主 這樣 其實那一場打得蠻不錯的 唯獨伊奈凡是打得最有動感 整個戰役 即是Hit and Away 還有部機他更厲害了 他摘得更多 他之前部機是普通的連襲機 加部機一架槍和盾扒 這次他又說全部裝 他不是有Full Armour 他是多了大背包 他是多了外骨架 你明白武器多了 玩法都多了 都是射的 差很遠 飛彈效果有很多 其實這一套 我真是很期待他入機戰 我不是說期待他 我是期待劇情 伊奈凡是對著阿甲兒 對著Gundam那幫眼光說 這些好 他跟開叔組隊 拿兩產機出去打 當然不是 跟基利哥組隊的話 誰殺得死他們 兩產機大冠 我覺得真的是OK 不過當然你說 最終大戰裡 這一季的末段 其實是 很Cook Gear 味的一個完結 很Cook Gear 第一季尾的完結 有 但他沒有Cook Gear 那個原念 那個劇力 無緣無故 你見到斯萊恩 他明明是想救公主 但當他見到公主 當然公主其實未見到他 他當然會關心 跟伊奈凡 然後到八爵無緣無故出來 那一下 八爵就射下公主 然後斯萊恩就 又很衝動 立即射他 然後八爵又很型地說 射頭啊 這裡啊 他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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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站在這麼前 一槍都不中很厲害 其實他在這裏鋪路 他就是告訴你 斯萊恩的槍化 是多麼不準 所以第二季 淡定哥未死 是一件很合理的事 但是很中頭 不要開玩笑 不要誇張 你哪一隻眼睛見到中頭 你只見到他躺下之後 在頭上一大灘血 你不讓他在胸口那裡 那邊流 那個剛剛好 是一個斜坡位 所以血要向那邊流 你看不出的嘛 OK 突然間這樣看著 斯萊恩是做了一個醜過的角色 他現在可以說到蠔圖哥 他穿紫紫的衣服 公主我 都被人家 這位凡是說 他是爬向公主那裡 然後這個就好像什麼呢 斯萊恩就看到這一幕 就不知道他是不是想起什麼 他不知道是不是想起什麼 看過劇集的條段 想起沙爺 現在這個位置 那些人躺下 我站在那裡 那我就是魔王 魔王應該要做什麼呢 魔王當然要 一個勇者 爬向他心外的人身邊 那時候 要做什麼當然是死他 你不是說 想多年總知道 你陰我一槍 今天你仆街 當然陰我一槍先 大哥 那個位置我覺得OK 因為 沙爺有一個N是這樣的 零三年的沙爺之國 有一個N是這樣的 大家垂死地 開槍 是有一個這樣的位置 所以我很有既視感 我就覺得沒問題 但是傳聞 應該說什麼 其實很多的小號消息 都說其實阿邦西歐 虛圓完成了腳盤之後 就沒有理會了 其實現在這個橋段 是經過大量修改的 好像說最後一段 有人這樣傳 但其實我覺得消息 也不是那麼好 其實沙爺人是更加嚇人真的 是他肥公主的 好像說是 你的姦夫人婦 都應該不是什麼 肥男子清楚 不清楚 但整體上 我不會說 阿邦西歐 其實他不好看 至少他一定比白銀好看 嗯 很合理 我同意 他都比Body Compass好看 我甚至說他是一個 中上左右的程度 他未去到 我會很亮眼 你最亮眼的地方 只是說 在戰鬥方面 他真的沒有偷我街 其實 你都見到就是說 其實我覺得 有另一方面 在動作方面 處理得不錯 就是機體的笨重性 你見到地球軍 和火星軍的差異 那個機動力的表現 是兩套表現 其實是 你見到火星軍 就是我們慣常看到的 那些什麼呢 高達系 勇者系 那類型的機動力 一個不應該有 這樣的機動力 這樣的質量 不應該有這樣的機動力的東西 即是好像真人肉動力 速度很快 他表現到 我當年看Full Metal Panic AS那種感覺 就是很軍事 那個機械人的機械是這樣 但問題是 現在好像說 有落場 有落場是他之後那一套 這個不要管 金星樂園 金星樂園動感很差 不關他事 原作只是寫文 又不是他 你明白 拉遠了 總之就說 要留意的就是下季 出了輪椅圖 出了輪椅圖 公主是不是瘋了 他變成X教授 伊奈凡就不知道 應該會死 然後第二季就是 反應的橙色 當然不是 公主成立第三方新勢力 他就是奧布了 我們要實行這個愚美和平之義 大家是要互相理解的 有個字 又要拿體力才失落 不知道 但是 伊奈凡就 說實際應該是說未死的 我也都看到在宣傳錄裏 好像變成鬼道騎士 對 就不知道為什麼會變成鬼道騎士 他做BOSS也可以 他根本上現在是一個BOSS隔離 他無緣無故 他本身是屬於一個被人游卵的角色 突然間一個游卵的角色 突然之間進身成為魔王 M到極處就是S 暫時來說 我覺得表現不夠 但第二季我還是很擔心 只有12集 他還要提出如何解決這件事 我覺得其實 我已經完全放棄了他講 各地戰線的問題 他怎樣去調整這條線 直接打到火星核心那裡 我想就當完 我已經是 打一隻Dialcarneon 已經下班了 沒有 那你 那怎樣打到上面 可能頭三頭和地球 然後第四頭要飛火戰上 月球去月球 可能打幾頭月球 再飛火星核就沒有了 其實我覺得 因為Dialcarneon 那裡其實講的一件事 純粹只不過是動力圓 Arbonic System 功能系統的不同 但其他東西 其實跟地球的科技不是差很遠 但是你的出力做不到他 是非的戰艦 那怎樣上月 那沒有 你看到公主坐著輪椅 他就像拉克斯一樣 當拉克斯一樣坐艦 然後精神指令有愛 好嗎 看看他第二季怎樣 我們今集就到這裡 我們下集再見 拜拜